姐 有人找你 谁啊 一女的 不认识 就是她找你 你找我啊 你好 怎么是你 我叫徐秋妍 我从马来西亚来的 我之前去槟城找过你 我知道 你知道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是林志军 他告诉我的地址 他还活着 不 他已经死了 地址 是以前告诉我的 大姨 怎么了 安娜 来客人了 您是 陆安娜的母亲吧 我是 那你是 我叫徐秋妍 我从马来西亚来的 从马来西亚来的 那你找安娜干嘛呀 我是林志军的妻子 我从马来西亚来的 多多 你回屋吧 那你跟林志军 你们俩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我们结婚已经三年了 那你知道 安娜跟林志军的关系吗 我知道 路安娜是林志军在中国的爱人 我是她在马来西亚的妻子 我和林志军并没有离婚 所以 她要和安娜再婚 在两个国家的法律上 都是不允许的 可是林志军 从来没跟我们提起过你 她不可能在你们面前提起我 因为我们婚后过得并不幸福 所以 她才会来中国工作 然后就认识了路安娜 当她试图跟我离婚的时候 我们又和好了 所以 我知道她在中国有一个路安娜 但她明确地向我表示过 她还爱着我 陆小姐 林志军说 你在一家通俗刊物 做美术编辑 她说 你喜欢一觉醒来 就看到丁相花 喜欢在午后的阳光 喝咖啡 喜欢一边看着月亮 一边听蓝调音乐 我说得对吗 陆小姐 我知道 也许我的出现 会使你非常的难堪 但我只想告诉你事实的真相 请忘了林志军吧 那她现在还活着吗 她已经死了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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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娜你没事吧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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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怎么样了 多多 付姐回我 走 姐 对不起 她不会有事吧 实在是不好意思 她不会有事了 就算有什么 她也得受着 你多大了 二十五 二十五 那你跟林志军结婚 已经三年了 你们俩结婚的时候 那你才二十二 你们结婚够早的 是的 大姨 她没事吧 她没事 阿姨 你先照顾安娜吧 我先走了 行吧 那多多 你送一下 走吧 不好意思 给你们添麻烦了 走吧你 请你转告你姐姐 让她忘了林志军吧 我姐真是瞎了眼了 居然还抱着她的照片 举行婚礼 什么照片 什么婚礼啊 我姐知道林志军出事了 还坚持要举行婚礼 她是抱着林志军的照片 举行的婚礼 什么 她是抱着林志军的照片 举行的婚礼 是啊 早知道她是那样的人 我姐也不会去办什么婚礼 我也不会送什么 多姿多福的礼物了 是你们要的车吗 是 是 秀妍 你怎么了 周王梦了 对不起 闯醒你了 秀妍 什么 你刚刚一直在说这两个字 是吗 我记得有一个女明星叫郑秀妍 你不会有个相好叫秀妍吧 你这小脑袋想什么呢 我刚才又梦到我在医院的事情 我看到 一个病人突然昏厥 我叫护士拿秀妍 秀妍是一种药物 是用来 唤醒突然昏厥的一些病人的 我还以为我发现什么小秘密了呢 我就是这么神秘的人 你喜欢秘密 不喜欢 但是我很好奇 快 睡吧 怎么了 又做噩梦了